哥哥等等,这些人敢拥有那么多资产吗?敢这么去做吗? 所以这说明了中国很多的政治问题都从这一个世界上全部把它解剖出来了 就这一个报道,是吧? 你不要怪人家是抹黑 那中国人自己为什么不能抹黑去? 是吧? 政治友人时报本身的报道,我希望在做任何反应之前应该认证地阅读这样一个报道 它本身所代表的含义,它揭露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比较相信纽约时报,它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党性原则 因为什么呢?因为温家宝对外的形象挺好 它没有必要去,如果想政治去做的话呢 它没有必要去选择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人,对吧? 它更希望的是,害怕的是一个左派的东西,更左的,极左的东西 虽然它是左的更喜欢,毛派的东西它更不喜欢 是某种角度上来讲 但是纽约时报如果选择这个人,当然它是它的政治原则 如果一个总理的家人,你自己都不清联,对吧? 你怎么样带领这个国家往前走? 我的美国人给你做生意,是不是把我美国的社长也污染了? 把我美国商人都污染了,对吧? 它有很多政治伦理原则在背后的 这是我对纽约时报本身的这个报道做一个分析 其次呢就是温家宝的家人做出了反应 这个反应啊,说通过两个律师发表一个声明 这是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是通过中文的渠道 通过中文的媒体 比方说明镜等等渠道说 我要反扑,我要公布财产 是吧? 就是说大家都鼓励他去公布财产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大家觉得这个反应是积极的 那么我们现在谈谈了律师声明 这个律师声明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们现在不清楚 第一,这个律师声明是不是律师通过正式的渠道往外发表的? 这个都没有确认,只是海外的报道 有它的签字或者怎么样 有它的签字,有它的一个 这个南华早报应该是 对,有报道,但这种声明是不是非正式 一般呢,遇到这么重大的场合 遇到这么重大的事情 你一个国家的总理的事情 他首先应该面对的是中国人民 对中国人民做报道 他应该正面的向报纸提出来 对不对?他没有这么去做 对吧?你国家的总理被人家指控这么多 中国人民难道不能够有权力,知道吗? 他这一点他没有公开的去做出回应 这是第一点 所以对这两个律师的声明 我们觉得不管他是 偷偷摸摸的或者正式的 非政治情况来讲 它是有问题的 是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的对象应该针对着纽约时报 你发表这个声明 应该正式的去寒给纽约时报 说你的东西不切切 我们保留了诉讼的权利 我们对你做出的报道予以反驳 应该正式的回复纽约时报 这是他的律师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那律师并没有正式的向纽约时报提出任何指控 或者是否认的信函 这一点就是把他这个律师的声明就表现出来了 他这个律师的声明是在玩一种游戏 这游戏是怎么玩 为什么这么玩 我们还不太清楚 但是作为一个律师 作为一个这么长年在美国政治或者法律包括中国政治观察的一个多年的一个律师来说 我觉得这个律师的一个声明从他的表现的形式来看 都是值得怀疑的 是有阴谋的 或者是有记后的 是吧 不是一个非常规范的做法 第二点 他声明本身 声明本身说明什么呢 他没有说明问题 他到底代表谁 家人家人多了 对不对 有他的太太张培丽 有儿子温充松 是吧 和平说 和平说是温云松 我不管谁 我不管是谁 他用家人这个含义不是律师的语言 对不对 律师的语言说 用家人这两句话 可以用媒体去笼统的报道 我们都可以理解 媒体总是这样 喜欢笼统一点或者不清楚 家人或者为了吸引那个读者 他会把一个报道会缩写 那么可以 在律师来讲 他不可以说这是家人 如果有家人 背后一定要说 这些家人是谁 某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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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说笼统才是家人 因为最重要的一点 你这些人是不是都真的同意了 是有疑问的 第二点 这些人当中有冲突的利益 很明显 温家宝和其他所有的家人都有冲突的利益 温家宝说我不管这个事 我没有支持他们 我没有贪腐 你们贪腐 你们负责 这是温家宝的态度 那么这个家话 那么这句话就不能代表 温家宝家宝家宝就不能包括温家宝本人 但是你如果不包括温家宝本人 它是他的第二句话 他的生命的第二句话 温家宝 所谓的温家宝 这个家人27个亿 是不存在的 那么温家宝的那种 由温家宝本身 代表温家宝本身的含义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这个律师含这么个写法 是不专业的 对吧 他利益有冲突 你怎么能代表 一个不同利益的人 以后打起官司起来了 他的两个儿子和女儿还要斗呢 对不对 他妈妈也许会做点牺牲 对不对 张佩丽会不会会做 他妈妈和他小叔子会不会斗呢 大班会不会斗呢 都有斗 都有不同的利益 在不同的利益下 你律师代表谁呀 对吧 这很简单的 你代表谁 我刚才说 像谁发 他不敢像美丽 留意识报发 你代表谁 只不清楚 第三点 语言 含糊 对吧 你说的那个170亿人民币 相当于7亿美元不存在 是指的是 这个整体的1分钱不存在 还是说你讲的那个数字不存在 你讲的27个亿不存在 是我只有26个亿 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呢 对不对 那你说22个亿有另外的变故事 22个亿不真实 那5个亿是不是真实的呢 对一个总理来讲 他不是个资本家 他的家人过去也没有资本家的历史 是吧 而不像彭博 是吧 他就是个资本家 他有上千亿的资产 他有多少资产 你怎么说 没有意见 你总理在中国 人均说